第二十四题 甲乙两店卖豆浆 每杯售价都相同 只是促销的方案不一样 甲店促销的方式是 每买两杯 第一杯原价 第二杯半价 也就是说买两杯 算钱的时候 算1.5杯的钱 买两杯算1.5杯的钱 好 乙店促销方式是 买三杯 第一二杯原价 第三杯免费 买三送一 所以买三杯呢 就算 两杯的钱 买三杯算两杯的钱 如果呢 这个甲乙两店分别购买豆浆五杯 都要四杯的钱 为什么呢 买豆浆五杯嘛 买两杯算1.5杯的钱 买四杯算三杯的钱 那第五杯呢 第五杯原价 所以呢 在甲店买五杯算四杯的钱 乙店呢 买三杯算两杯的钱 那第四杯呢 原价 算18杯算18杯的钱 好 再来 第二个 在乙店买24杯 乙店呢 三杯算两杯的钱 那24杯是几个三杯呢 有八个三杯 每三杯就算两杯的钱 八二 十六 乙店买24杯 只算16杯的钱 所以到这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B的选项呢 是比A 还要来的节省 A就 不用考虑了 C选项 在甲店买12杯 两杯算1.5杯的钱 12杯有六个两杯 六个两杯 六乘以1.5 等于9杯 在乙店呢 也买12杯 买12杯呢 乙店是三杯算两杯的钱 那12杯算有四个三杯 4乘以2 等于8 乙店算8杯 甲店算9杯 9加8等于 一共算17杯 17杯还是比B的选项还要多 所以第三个是错的 第四个 甲店呢 买6杯 这六个杯 而甲店是这样算 两杯两杯算 两杯算1.5杯的钱 买6杯有三个两杯 就有三个1.5杯的钱 所以是4.5杯的钱 那乙店买18杯 18杯有六个三杯 每三杯就算两杯的钱 所以18杯呢 是这个有六个两杯的钱 算钱的时候是这样算 所以要算 6乘以2 12杯的钱 那一共几杯呢 4.5杯 加12杯 等于16.5杯 的钱 还是比B选项要多 所以第四个也是错的 所以最便宜的呢 是B选项 答案就选B 答案就选B 生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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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tingG